各位朋友好 现在中共的统治真是四面楚歌内外交困 外部有美国和他的一些盟国 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对中共进行围堵 内部老百姓的集体反抗的这个行动 此起彼伏 不仅仅是大陆地区 现在在反抗香港地区的市民 现在反抗的也是越来越激烈 中共收回香港之后 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 但实际上是抓到了一个烫手的山鱼 香港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权利 不断地在反抗中共 最大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2003年的反23条的立法 有超过50万人上街抗议 最后迫使中共不得不让步 第二次就是2014年的占中运动 一共持续了79天 给习近平当局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现在香港风云再起 北京时间的6月9号的下午 香港又要举行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了 那这次行动啊 估计至少会有30万人参加 也有可能达到50万 可以说啊 这个是2014年占中运动以后 香港民主运动 又掀起了一次高潮 这次大游行的直接诉求呢 就是反对香港政府修改逃犯条例 按照香港过去的逃犯条例 香港政府和法院呢 是可以向一些国家 一些地区引渡逃犯的 但是呢 这些国家和地区啊 不包括中国大陆 澳门和台湾 这次修订法律 就是要让香港特首和法院 可以向中国大陆 澳门和台湾呢 引渡逃犯 台湾现在是标准的法治社会 把逃犯送回台湾去接受审判 香港人呢 是没什么意见的 但是呢 澳门的这个司法体系啊 是不是现在还在独立运作 香港人都没信心 香港呢 有个大富豪叫刘乱雄 前一段时间被澳门政府起诉 洗钱 所以说呢 他一听说香港政府要修改 这个逃犯条例 马上就关闭了他 这个手下的三百多家的公司 带着一千多亿港币的这个资产 跑到加拿大 移民加拿大了 那至于中国大陆呢 香港人当然都非常的清楚 那你根本就不存在司法独立 根本就不尊重人权 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 公正的审判 那么香港人怎么能够 向大陆移交逃犯呢 在大陆啊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刘晓波都要坐牢 铜锣湾呢 书店的几个文人写了几本书 就要被抓 而且呢 中共还经常用一些刑事罪名 来陷害这个政治异议人士 对他们进行迫害 大家怎么能够相信中国的司法呢 大家怎么能够让香港的特首 香港的法院 把人把香港人或者是香港做生意的人 或者在香港旅游的人送交给中共呢 所以说这次这个大游行也叫反送中大游行 为了抵制这个条例啊 香港现在已经举行了两次大游行了 一次比一次人多 第一次有一万多人 第二次呢 有十几万人 这次啊 肯定会还会更多 所以说我希望听到我这个节目的香港朋友 或者是香港在香港旅游的朋友 或者是在香港做生意的朋友 大家一定都去参加这个游行 在任何地方 只要是能够抵制中共的 反抗中共的行动 我们都要去参加 都要去支持 香港这次啊 又成了反对中共专制的这个前沿阵地了 那么我们就更要支持了 对于这次啊 香港的大游行 中共那边呢 也是紧张的不得了 现在啊 已经在香港附近的啊 这个广东地区布置了大量的武警啊 广东的警察 本地的警察 现在已经全面戒备了 但是香港市民不用担心 这些武警警察 并不是准备去香港 去镇压你们的啊 中共知道 香港人的抗争呢 是非常和平理性的啊 游行的人再多 也不会失控 像这个中国政府啊 最担心的是香港的抗争在大陆引起连锁反应 尤其是在广东珠三角地区啊 引起连锁反应 现在广东珠三角地区这个经济非常的差 那很多工厂倒闭 商店关门 大家心里面呢 都有一股怨气怒气 这股怨气怒气啊 需要发出来 那香港的这个广播电视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啊 是可以收听收看的啊 香港人呢 这个抗争 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老百姓呢 那是一个引导作用的 所以说中共现在非常害怕 他们要提前戒备 他们害怕的 那就是我们要支持的 所以说 从政治上战的角度来讲啊 香港的这个抗争 就是在向中共进行政治上的进攻 不断的进攻 终有一次会成功的 中共呢 现在是处于政治上的手势啊 处于手势那就非常吃亏 因为只要他们一次守不住 那就权限崩溃了 那就彻底灭亡了 我在2012年的时候啊 写了一本书叫《变局册》 其中的第四章 就预言中共啊 在2022年之前会灭亡 在17年8月份的时候 我在《一平论证》 第二期当中啊 又重复了这个观点 那现在形势啊 是越来越明朗了 我甚至可以把时间呢 还在说的准确一点 提前一点 2020年之前 年底之前 中共一定会土崩瓦解 为什么这么确定呢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导致一个政权灭亡的 这个因素非常多 比如说政权内部矛盾激化 官僚体系运作失灵 外部呢 国际压力巨大啊 然后社会这个贫富悬殊 分配不公 人民情绪 这个不满的情绪高涨 那么现在这些现象啊 全部在中国都出现了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现在也出现了 那就是经济大危机 经济危机有双重效果啊 对于统治阶级来讲 经济危机啊 就意味着财政税收减少 意味着统治机器啊 资源的匮乏 意味着维稳经费短缺 总之就是意味着 这个统治能力削弱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对于被统治阶层来说 经济危机呢 它是意味着生活品质降低了 尤其是对于那个贫困阶层 最底层来说 经济危机 甚至是意味着生活出现了危机 所以说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啊 统治阶层 它是不满情绪 被统治阶层的不满情绪 它会达到顶点 反抗的行动啊 会空前的增多 冲击统治秩序的这种力量 会空前的增大 那一方面是冲击统治秩序的力量 空前的增加了 另一方面呢 是维护统治秩序的这个力量啊 空前的削弱了 在这种情况下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这个力量对比 这个时候啊 就发生了逆转 这时候革命就要开始了 很多朋友说啊 绝大多数中国人啊 只有到了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 才会造反 这句话呀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所谓的日子过不下去 有两种 一种呢 是相对的日子过不下去 比如说过去啊 过了好日子了 天天是鱼翅捞饭 那么现在呢 日子不好了 只能吃酱油拌饭了 心理上接受不了 过不下去了 这是中产阶级的 相对的日子过不下去 还有一种呢 是绝对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比如说啊 柴米油盐买不起了 房租付不起了 房贷供不起了 得了病 医疗费付不起了 孩子上学 学费交不起了 这就是社会底层的日子 过不下去了 那现在随着这个经济大危机的到来 一些中产阶级投资打了水票 不敢像以前那么爽快的消费了 日子过不下去了 也有很多 社会底层的人失业了 而物价呢 这个时候又迅速上涨 所以说呢 正常的生活很难维持了 这个时候他们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 心里面呢 这个怒火就越来越大 怒火大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走上街头 进行抗争 抗争的人多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演变为 街头革命 中共现在正在 这个散布一种关联 说啊 中国不可能爆发革命 因为多数中国人呢 他们没有反抗精神 不会革命的 现在呢 也有很多老百姓 甚至是民主派的人士 都接受了这个观点 都被洗脑了 所以说呢 他们是非常的悲观 对前途非常悲观 那我告诉大家 革命呢 是不需要多数人 有反抗精神的 在任何人类社会 有反抗精神的人 都是少数 革命 更不需要 多数人具有明确的 民族理念 在任何专制社会 绝大部分的老百姓呢 都不可能具备明确的 民族理念的 只要一个社会 出现了三种人 革命就会爆发 而且革命就一定会成功 哪三种人呢 我今天好好给大家讲一讲 第一种呢 就是领导者 这种人不需要太多 只要有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就够了 十万分之一 十万分之一就够了 中国总人口是十四亿 我们只需要 一万四千人 就足以领导一场革命了 这些人有哪些特征呢 首先呢 是他们对现状非常的不满 处心积虑的要改变现状 而且呢 愿于为改变现状啊 做很多的工作 付出很多努力 其次呢 他们是要有行动的勇气 推翻专制政权呢 是个风险非常大的事业 没有勇气 那是不能不能去做的 然后呢 他们还需要有组织能力 革命的本质 他就是把旧的组织体系给打破了 打烂了 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体系 那么在革命爆发之前 他们要组织自己的小团队 那在革命爆发之后呢 要通过这个小团队 把街头的人群组织起来 那形成大团队 形成大阵营 他们还要有信念 他们心里面呢 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蓝图 就是关于国家 未来的制度的蓝图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蓝图 有了这个蓝图 才能够激发其他的人 才能够启发其他的人 才能够团结其他的人 一起来奋斗 最后呢 他们也要对实现这个蓝图 有一套系统的方法 革命呢 是一个很复杂的政治操作 是一个技术活 所以说必须要有系统的战略战术 而且呢 这些战略战术 不是空想出来的 不是闭门造居造出来的 而是从古往今来的 所有的这些经验当中 总结出来的 是从对未来的局势的判断中 反复的推演出来的 光是有理想是不够的 光是有勇气是不够的 或者是凭政治直觉 或者是突发奇想 那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且呢 不仅不能成功 还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所以说未来的革命领导者 必须是同时满足五个条件 对现实不满 有行动的勇气 有组织的能力 对未来有蓝图 而且呢 还要有实现蓝图的道路方法 具备了五个条件的人 那就是革命的领导者 就是未来中国的创建者 就是未来的政治领袖 对了 还要加上一个条件 那就是想成为未来的政治领袖啊 大家还必须得 现在就在国内海外的朋友 基本上就别想了 没机会 因为将来的革命一旦爆发 进展会非常的迅速 新兴的政治力量 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这个速度 迅速的集结 只有在国内的那些有志之士 和他们的团队 有机会啊 有能力抓住这个机会 那时机啊 稍重济世 不在现场的人 绝对抓不住 海外的朋友啊 基本上没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呢 回到国内 那将来呀 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 国内的这些团队迅速的壮大 海外的朋友 即使现在啊 有点虚名 但是呢 积累不起来实力 起不到主导作用 所以说啊 海外的朋友 大家必须得摆正自己的位置 啊 认清自己的角色 尽力的为国内的通道啊 提供协助 起到辅助作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全民共振团队啊 就是一个协助国内的这个民运的平台 在现阶段呢 在朋友们不可能 国内的朋友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持续的宣传动员的工作 我们就在海外来帮他们做这个工作 那革命所需要的第二种人呢 就是先锋队 成为先锋队呢 这个门槛不高啊 只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呢 是对现状就有强烈的不满 第二个呢 是有强烈的行动的勇气 只要愿意抗争啊 只要敢于抗争 他们就能成为先锋队 那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只要他们一走上街头 他们实际上就对统治秩序形成了冲击 那这一部分人呢 也不需要太多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中国人 也就是十四万中国人同时走上街头 就足以启动一场革命 大家想一想啊 现在某地出现了几千上万人的这种群体抗争 大家都会在网络上面呢 支持围观 如果是同时有十四个城市 每个城市有一万人走上街头抗争 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中共还能够封锁得住消息吗 当然不可能 中共还能够迅速的镇压他们吗 也非常困难 十四万人一起行动 那就会形成一个 这个民众抗争烽火士气的这种景象 这个时候 所有人的这个恐惧感就会消失 本来胆小的人就会变成勇士了 大家就会一起涌上街头 只要有了这个十四万人一起上街抗争 那么很快就会有一百四十万人跟进 就会扩展为一千四百万人 很快就会扩展为一亿四千万人 甚至是更多 所以革命需要的这个第三种人呢 就是追随者 做追随者只需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对现状不满 有不满 他们就有走上街头抗议的这种动力 他们也不需要勇气 因为已经有第一种人第二种人走在前面 帮他们消除恐惧了 跟随者 这个人数就需要多一点 因为必须有足够的人数参与 才能够瘫痪这个统治秩序 才能够让警察抓不完 法院审不完 监狱关不下 同时呢 也需要有足够的人数 才能够展现出强大的民意 才能够动摇党兴军心 才能够触发兵变政变 但是呢 大家不要误解 革命并不需要全国大多数人 这个都一起上 只要有1%到10%的人参与 也就是说 只要有1400万到1亿4千万人参与 这就够了 如果是1400万人参与 那就是啊 这个全国公安警察的十倍 统治秩序 马上就瘫痪了 如果有1亿4千万人参与 那就会显示出强大的民意 在这么强大的民意面前呢 任何政权都会被冲垮 现在呢 第一种人 现在已经足够多了 有潜力领导革命的人 有潜力成为未来政治领袖的人 那在中国绝对不止 14000人 现在就看谁准备充分 准备充分的人 就能够抓住机遇 就能够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怎么样才算准备充分呢 第一个啊 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团队 团队不需要大 现阶段这个团队的人数太多了 反而是累赘 容易被发现 容易增加危险 团队的这个核心 三到九个人就够了 绝对不要超过十个人 超过十个人就有风险 那这些人呢 一定要在理念上面 是完全契合的啊 彼此之间要有绝对的信任 在行动上面呢 也要分工合作 那除了这个团队核心之外 还要有外围 这些就是这些核心成员呢 要各自联络一些人 让他们做外围 比如说联络一些维权群体的 那些参与者 那些骨干 对这些外围成员 大家不需要事无巨细 都去和他们一起商量 这样就减少了 我们在安全上面的风险 那每一个核心成员啊 都联络五到十个外围的成员 不需要啊 成立什么明显的组织 不需要啊 机构章程 那一个无形的团队就形成了 中共根本没有办法监控 更没有办法来镇压 那还有一些这个是体制内的 有志之士啊 大家本来都有自己的圈子 而且呢 圈子里面的人啊 都是掌握一定资源的 所以只要平时注意观察 看看哪一些人 在思想上和自己接近 哪一些人在利益上 跟这个体制啊 有抵触 哪一些人呢 有胆有识 能够在将来的变局当中啊 有所作为 那联络一些这样的人 将来就有了启示的基础 有了自己的团队 当然了 大家最好 也和体制外的人士啊 建立起初步的联系 将来实际一成熟 大家 里应外合 一起行动 成功的机会 就更大了 那第二种人呢 第二种人啊 也已经达到数量了 现在 现在想上街抗议的人 远远不止14万 就拿P2P这个群体来说啊 受害者群体 就远远不止14万人 只不过是呢 大家还没有形成一个 统一行动的这种机制 所以说 被中共的这个维稳体系啊 分而自知啊 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现状 怎么样改变这种现状呢 那就是要把大家的 行动的时间啊 安排在同一天 行动的地点 集中到少数地点 这样呢 就形成一个自然的 共振效应啊 就会产生强大的力量 第二种人 大多数是没有明确 政治目标的啊 只是为自己的利益来抗争的 所以说呢 要协调这些不同利益 群体之间的这种抗争行动啊 就需要有第一种人来做工作 也就是革命的领导者 要来做这个工作 那我们海外的这个共振团队啊 在这方面可以为大家 提供一些协助 还有第三种人啊 跟随者 这种人的数量啊 现在正在积累 虽然这方面呢 我们没有统计学的这个数据 但是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日常的观察 可以推演出现在这个人的数量 达到多少了 大家去了解一下自己身边的那些人 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的那些人 看看他们里面有多少人对现状不满 不需要他们明确的反共啊 这种不满不是明确反共 他们不需要有明确的民主思想 只需要啊 他们呢 对现状 对现在的生活状况不满 相信呢 现在不满的人远远超过了1%啊 说不定呢 已经达到了10% 革命所需要 这三种人啊 现在都已经 已经达到这个足够的数量了 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不能够一起行动 没有形成一个合力 中共不是经常说吗 说民主派啊 你们呢 一盘散沙 组织不起来 不可能推翻他们 现在即使是第一种人啊 那些有坚定信念的人 那些潜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尤其是那些正在进行暗中组织工作的人啊 没有被中共维稳体系所监控的那些民主通道啊 不要说形成一个强大的组织了 大家大规模的串联都不可能 因为一串联啊 就会引起这个监控系统的注意 那一旦被监控了啊 打压就会跟着随之而至 接着呢 就即使是不坐牢 行动的空间也会大为缩小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 各地的民主通道 民主团队彼此之间呢 不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流 更不能够协调行动 一盘散沙 确实是个大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啊 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全民共振团队啊 过去一年多的主要的工作 是为国内的民运阵营呢 做宣传鼓动的工作 那今后呢 我们要增加一项工作 就是啊 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 这些朋友的帮助下 要为国内的有志之士 民主团队 搭建一个组织架构 这个组织架构不是政党 也不是临时政府 在政党或者临时政府里面呢 不可避免大家都要形成一个 上下级的关系 这个非常不利于团结 也经不起中共的渗透 往往啊 搞这种东西 往往会话虎不成 反内权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不成立政党 不成立临时政府 我们搭建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面 所有的人 个人 所有的团体 大家都是平等的 没有上级下级之分 大家只是在这个平台上面 通过交流理念 形成共识 那已经达成了共识之后啊 这些团队就可以协调行动 大家虽然是分头行动 但是最后啊 会形成合力 形成共识的人越多 参与行动的人呢 就越多 参与行动的人越多 那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而且呢 建立这样的平台 可以把大家聚拢到一起 那又可以防止中共的渗透 保证大家的安全 因为我们设计了一套啊 程序 可以让大家隐藏自己的 真实的身份 在交流的同时 隐藏自己的身份 那么这样的平台呢 在这种平台上面啊 所有的团队个人 在进行交流联络的时候 必须采取一些 严格的通讯安全的措施 保证自己的隐蔽性 用这种方法 所有的民主人士团队啊 既能够保持 自己的这个独立性 安全性 又能够和其他的团队啊 能够连成一片 这就是啊 在互联网时代最好的反抗专制的组织结构 过去的组织结构都是金字塔形的 最上面有个领导啊 有个领导中心 然后呢 每一个层级啊 都有领导体系 那无论是政党还是临时政府 都是这种形式的 以这种方式构成的 而我们现在呢 要建立一个组织结构 是很多个中心的 平面的网状结构 这种组织当中啊 没有上级下级 没有命令和服从 只有信息和思想的交流 只有通过交流 而形成的共识 只有在共识的基础上 协调行动 我们用这种方法 在革命爆发之前 就可以把反抗力量 完全组织起来 等到革命一爆发 中共的统治秩序都瘫痪了 镇压不了了 那个时候啊 在运动当中 发挥了领导作用的 那些团队和个人啊 起到杰出作用的 他们自然就会形成 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就能成为一个县啊 一个市 一个省 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政治领袖 到那个时候啊 大家就可以公开了啊 公开的组党 公开的组建 临时政府 包括这个地方性的临时政府 甚至是中央的临时政府 现在呢 大家一起来搭建这个平台 关于这个平台的这个运作机制啊 我们会在今后啊 近期就向大家说明 我们会用比较准确的文字 来向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希望有志于改变中国的这些通道 希望啊 那些未来的政治家 大家都来运用好这个平台 那为将来的 即将到来的这个巨变呢 做好准备 那我今天讲的内容啊 有点多 而且呢 有一点严肃啊 可能后面呢 还有一点烧脑 那还能耐着兴致 看到这里的这些朋友啊 我要感谢你们的耐心 好 那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了 赞成我观点的朋友 请点赞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